100万粉丝福利 带着粉丝去旅行 第一站 厦门 我们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黑黑 我是小时 我们现在在福建的厦门 前几天呢 我们在直播间抽取了 我们百万粉丝的三位终极大奖 我们第一位粉丝朋友呢 选择了厦门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到了福建的厦门 决定带他们在这边玩四天三晚 我们第一位终极大奖的薰衣观众呢 是来自贵阳的蔡大哥 现在我们准备去机场接他们 因为我们第一天到了厦门 他们是今天到 所以现在出发去机场 蔡大哥和他的朋友 应该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上车啊 七五零啊 看到对面呢 这是鼓掌鱼 看到了 我还看到了邓声工的雕像呢 到了 我们直接上去那个口整他们吧 对到达层 对到达层 厦门的机场啊真的很很敬哦 你试试 对 好香啊 你闻到没 嗯 这个 姜母鸭 姜母鸭饭 我们这一次一共有三位幸运粉丝 跟我们一起出游 但是呢第一位锦州的大姐姐 她因为家里面有点事情 所以她放弃了这个名额 然后第二位呢 贵阳的大哥 她选择了来厦门 第三位成都的大姐呢 她本来是选择了去张家界 然后21号本来我们就要飞张家界了 但是因为跟她儿子留学回来 这个时间冲突了 所以呢可能就延期了 应该之后要到六月份七月份了 他们可以多久到 上面显示的是十点十分到 但是现在还没到 应该飞机掩误了 刚到机场就被一个粉丝大哥给认出来了 就是我们本来打算在那个街机口等着的 但是我们一进去拿着相机 那个里面宝啊跟我们说里面不能拍摄 我们就打算说出来这边 在这边等一样 对 小吃我刚刚看到她了 她刚刚给我打招呼 过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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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在里面 他里面不让你带 对对 你们在外面的里面 要帮忙吗 不需要 都是吃的 在这么多吃的 哈哈 我们来个特产吧 我来我来 没什么 太客气了 小时来小时来 小时来我们打车 我们直接从那边打车吧 好 你们是第一次来厦门吗 厦门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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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抽到车 我拿点地铁 都去过了 去什么地方 厦门 厦门蛮好的 看到没有 大哥给我们带这么多特产 真不好意思 这是什么 这是演艺片 最近 请保护车费 我们今天买的 吃辣 我就买的都是辣的 以后你先去想 是的 无辣不欢 我跟小时去那些地方 基本上都是去比较喜欢吃辣的 那些地方 因为刚才在机场呢 太匆忙了 也没有给大家好的介绍 这个呢 是贵阳的蔡大哥 这个 大家好 这个呢 是他的朋友贺大哥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厦门 也非常的欢迎 你们参加我们的这个 就是 粉丝活动 对 是的 粉丝活动 我们也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们过来 大哥专门从贵州给我们带的茶叶 等我烧水 反客为主 反客为主 很正常的 大家 出来 没有什么客 什么组 我觉得 都是朋友 对 你没发现 蔡哥出来玩的装备很齐全吗 也是 也是经常出去玩对吧 我看到朋友现在经常出去玩 对 我不讨论有钱 那会儿 很多年前了 那会儿蔡哥说 那会儿看看地图 就选中他的时候看看地图 去哪玩 大部分都去过了 大部分都去过了 对 所以下面没来过 嗯 哦 这个是那个炸的那个辣的水片 对 新鲜的土豆炸的 好像就是 贵州的那些土豆啊什么 各种各样的做法 就从去年开始 嗯 很火 很火 这土豆是吧 嗯 香的很 这跟我们吃的那个薯片不一样 但是它这种 特别属于那种 嗯 放了很多调料的那种 特别很香 嗯 可以 这是我们的 这个东西也是特色 嗯 脆上 吃过没有 脆上 这是辣椒是吗 脆的那个 猪肉 然后 你们果然在房间里面 可以这样去挑 吃 哦 哦 脆烧 我们来看看 这次辣椒 也是打开就差 好多哦 你看 脆烧 这也是 没带多少 我昨天下午 现冻的 已经很多了 这还不多 这个 辣子鸡 晚上我们吃饭可以带 这个可以 对 这个看着感觉就很入味的样子 这卤子都泡了那么久了 可以 谢谢 谢谢 带这么多吃的 很多东西不方便带 所以我说有机会你到贵阳去 你们去 肯定会去的 好好的 可以尝 下次我们去贵阳 这个好吃 这个真的好吃 下次我们去贵阳 就可以去抓你们玩了 对对对对 肯定要来找我嘛 找我 我看到视频 我就要骂你们 这是两个 两家的 就是当地 我们当地人都吃这两家的 所以我就一样买了一瓶 你尝一下 好吃到时候我就给你们去 你们就带出去吃 我知道了 脆哨 就是有干干的那种瘦肉 什么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也是一样的 两个牌子的 你尝一下很香 我看一下 这是什么瘦肉是吧 就是晒干 这是晒干还是炸干的 炸干的 炸干的 炸干的瘦肉 有点像牛渣的味道 对对 很香 我们在酒店休息了一会儿 要出去吃饭 厦门的第一点吃一点 厦门的特色菜 对福建菜 福建菜 然后呢我们再网上找了一下 一个比较正宗的 感觉就是 风评口评比较好一点的 再来我跟你说 这边菜不辣 对 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福建菜我还是吃过的 会比较清淡 比较清淡 可能你们贵州人经常吃哪个不习惯 就因为我们这也是第一次举办这种 就是带粉丝出来玩这种活动 我本来以为见面会比较紧张 因为我平时也是比较挨的 但是呢 见到菜大哥我发现真的 菜大哥很健谈 这样子呢 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没有说那种紧张的感觉了 就感觉就是像那种很认识的朋友 对吧 很多年没见的老朋友 对对对 是的 因为今天中午刚到 所以我们在酒店附近找了一个福建菜馆 这个 哪个比较讨厌 活不弄掉了 哈哈哈哈 对看着它下面一个是吧 对这个 好 好 好 选择了啊 好 好 可以 但至少能保证它 他们都是新鲜的 好 好 谢谢 我们其实可以找到时候去海边 找一个那种海边大排档 带他们去吃个海鲜 在福建肯定要吃海鲜 对吧 这是什么 很难 就是它的腌笋炒肉 腌笋炒肉 然后我们的腌的能不能吃 这条位 我也有的大哥在这边 腌的能不能吃 我们也是呵呵 哈哈 哈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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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在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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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尝一下他们这边的姜母鸭 这个福建的 我不吃姜 你吃吧 我吃点肉 就行了 我吃点肉 就行了 没有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嗯 对 它这个姜味还很高 还挺入味的 这一家 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烫 好的 这是龙胆斑是吧 对 这是他们的那个龙胆石斑鱼 他们这里的特色 这上面放的是什么 九层塔 这就是九层塔 挺不坏 还行挺好的 谢谢 蔡哥对吃的还是有研究 像这些香料啊什么的 我们不认识 真的也是不认识 哪里是九层塔 这上面这个 对 叫什么筋不坏 对 也叫筋不坏 能吃吗 能吃 你尝试一下 会不会像 会不会像薄荷一样的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就是九层塔 会不会像云南那个叫什么 蛇耳根的味道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对 贵阳吃蛇耳根很凶的 对 对 贵阳也吃 对 羊半就吃了 羊半就吃了 吃这个的贵阳家庭 只要有 每阵都会有的 我还看到人家先挖出来的 擦一擦 就嚼起来了 你看看这九层塔 九层塔 这就不和一样的味道吧 不一样 有需别 嗯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我不能 我吃不了这种 他吃不了 我吃不了这种带香味啊 那种什么的那些东西 不要够吃 够够够 不要 如果说菜比凉了 explore the cayenne 好的谢谢 tonini 这个食物 对 先不说菜不太好 但是服务很到位 其实有时候你出来吃饭 还是很重要的 我家放灯笎 那种椒是吗 这个椒很香 好了 其实我们战斗力可以的 基本上吃的差不多了 没有浪费 走走走 走 好谢谢 谢谢 有一双一 不管大家菜好不好吃 吃服务 服务是真好 服务很好的是吧 但也有可能看我们在拍摄 但是我觉得它对其他注意还行 我们现在吃饱了 回酒店休息一下 因为现在也很晒 正是这个中午的时候 我们休息到三点左右 然后就去沙滩那边转一转 刚才跟蔡哥他们聊天的时候 也知道他们这次来玩 也就是为了休息 就是大家都休息一下 所以也不用那么 休闲为主 不用那么赶 对时间也不用那么赶